当年要不是那个消防员救了我 也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只要她在 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我觉得这女孩 非常善良 和平年代 消防员就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特决一中队 速走大陆十层被困人员搜救任务 活着现实 国志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务 为维护人民尊敬天下人员 维护社会尊敬 奉献自己的一切 我们的职责是科学合理的救援 不是以命换命 我们的职责是保护人民 随时准备牺牲 五年前 我遭遇了一次火灾 当年要不是那个消防员救了我 也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英雄 我当时就觉得 他特别地炙热 就像小太阳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只要他在 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我觉得这女孩非常善良 而且内心也非常柔软 所以我也希望像他一样 勇敢 坚强 这次任务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保护好群众 保护好自己 国兵路战 随时有弹斗 战斗必开始 一年前 我和你一样 也在这儿等他 妈妈 我好像明白了 明白了 什么叫牺牲 敬礼 每一位烈士队后 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 在面对灾难的时候 我们也只是血肉之躯 谁都不能避免死亡 我不需要你成为所有人的英雄 你去守护此方平安 我会守护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